大家好,我是来自2648的浅蓝 ID2648 一定要记住啊,2648 每天晚上8点直播 绝笔准时直播 一首山丘送给所有的朋友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非常非常好听的歌 叫做山丘 然后再说一句 再带一句 四肚13148张卡簧 晚上8点 好,开始 想说却还没说 但还有很多很多 在心里站着 自然就变成了一首歌 有谁会轻声地唱着 有谁会淡淡地记着 哪怕有一天被遗忘了 也会却觉得值得 我试图翻越 一座又一座高山 发现留下的只有记忆 的脚步蹒跚 我一直都在感叹 事情的不如人意 却不愿放开 长过的记忆 每天都在怀日过去 空荡的房间 只有透透的厌恶 弹掉的烟灰 习惯了独自一人 面对着电脑我不想润睡 慢慢发现 每天做事情开始漫无目的 遇到的困难 不敢放胆 也会选择放弃 父母的叮嘱渐渐变得麻木 听不进去 多说的再多 我只是随便地敷衍两句 我一直觉得 我们都已经长大 却又像一朵娇艳 从未去绽放的花 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等小分 就快要老了 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年轻人 以为不安而频频回首 我值得所求 赤予求救 不知疲倦的凡人 每一个山丘 越过山丘 虽然你白了头 跌跌不朽 跌跌不朽 是我不无语的哀愁 还未住院见着不朽 就把自己先搞掉 越过山丘 才怕谁无人能红 跌跌不朽 再也还不回温手 为何记不得 那上一次 是谁给的绣包 在什么时候 我没有刻意隐藏 也无意让你感伤 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昏 周马人生太短 心虚相见和晚 找女人把妆哭话 也不管 遗憾我们从未成熟 还没能晓得 就已经老了经历 却仍不明白 身边的年轻人 因为不安而偏偏回首 无知的所求 永运的左右 不自量力的换手 好 在这说一句 希望所有朋友都能 度过每一个困难 不管困难后边 有没有成功等着 但是还是 你就加油 加油 好 越过山丘 虽然已白了头 跌跌不朽 是我不语的爱手 还未属愿 剑着不朽 就把自己先搞掉 越过山丘 越过山丘 才发现无人能吼 跌跌不朽 再交换不回温手 为何记不得 那上一次 是谁给的拥抱 在什么时候 神诗录完了 这歌录得出来了 搞笑啊 这歌 忘了停止录制了 后边是花絮 好了 谢谢大家